嗨,我们在寄州岛,看大海 哈喽,大家好呀,我是雪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寄州岛四天三夜,宫地视频终于来啦 我们是从吉隆坡搭飞机到达首尔仁川机场 然后直接再搭国内航空T-Way Air飞到寄州岛 但是国内航空都是在金浦机场起飞的 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要先去买交通卡 从仁川机场搭公共交通去到金浦机场 虽然很多人都说机场的便利店就能买到交通卡 但是建议还是去到机器柜台购买 因为便利店很容易就没有库存 或者容易遇到脾气不好的店员 至于怎么找到机器柜台呢 到达机场后,找到机场铁路的指示牌 然后跟着走就可以了 充潮安另一个小时,找到达机场上 是一时圈的通路 这颗充情艺 我会说明一时了 如果在弗星才能过去到大逛 比达机场上,看下一个先门 大逛之后,想要多寄个玩具 温存至每次看下个玩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上方的指示牌灯会写着什么航空公司该到哪个柜台check in 很容易就能找到登记柜台了 check in后还有一点时间才起飞 我们就在机场里面随便逛逛啦 这里还有个瞭望台可以看到飞机起飞和降落哦 到达季州岛啦 我们这几天在季州岛是支驾游 所以现在先要去取车 我们是个LOTTE 热天公司租的车 租车过程很方便 到它的官方网页选好地点日期和车的类型就完成了 付费方式对外国人也很友好 哦对了 马来西亚人是需要国际驾照才可以在韩国驾车的哦 所以要记得提前去申请 至于LOTTE 租车的柜台 出了海关后转右就可以看到了 核对好信息后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一张纸 上面写着要如何从机场到LOTTE公司取车 基本上就是从机场的5号出口出去 穿过人行道然后转右 直直走到尽头就会看到租车客户接送点的牌子 在这里等待接送巴士来就可以了 巴士车头会写着乐天租车 不要上错车了哦 巴士会载送顾客到乐天租车公司 在那里才进行进一步的登记 完全登记后工作人员会跟着一起去检查车辆 确认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出发啦 韩国的驾驶位和马来西亚是相反的 所以一开始需要好好适应 小心驾驶哟 虽然基州岛也是有公共交通 但是自驾游还是比较方便的 坐了一整天的飞机 我们现在先到酒店check-in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到基州岛的第一天 没有什么星辰 晚餐就到酒店附近的餐厅解决啦 从酒店走过去只需要五分钟 这间位于天地院瀑布门口的带鱼海鲜店 是一家口碑还不错的海鲜店 而且带鱼是来到基州岛一定要品尝的美食之一哦 辣辣的炖带鱼真的又开胃又下饭 这是辣炒猪肉 白饭 白饭 不是白饭耶 里面有吃吗 有点像糯米饭 谢谢 现在基州岛 这是瀑布 第二天的第一个行程是距离我们酒店最靠近的天地院瀑布 门票可以在柜台或者机器购买 机器购买是只可以用行用卡付款的 票价是大人2000韩元,小孩1000韩元 天地院瀑布是韩国基州岛三大著名瀑布之一 意味着天地相遇之处的莲花池 从入口处步行大约15分钟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这是花蕾 收莲 闭笔 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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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 柱状结理带 是由非常多类似柱子形状所形成的自然遗产 这些都是因为火山喷发的高温熔岩 遇到冰冷的海水之后形成的 因为形状的特殊性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 很丰盛 有种不浪费的天赤 这些是有用的 有种不浪费的天赤 就像是有用的 有种不浪费的天赤 看不見 推出擋住了 有麻雀 我們是春天的時候去的 所以當然要看看這裡的油菜花啦 距離柱狀節理袋只需要20分鐘的測程 這裡不算是淋入聖地 但是可以滿足你想看油菜花的願望 再經過一個10分鐘的車程 我們就到達了今天的第4個景點啦 天地園瀑布和早上的天地園瀑布一樣讀音 但這個是帝王蟹的帝 瀑布的規模和整體面積也比早上的瀑布要大要寬 路也比較難走啦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穿好防滑的運動鞋來比較好哦 門票可以在門口的櫃檯購買 票價是大人2500韓元 小孩和青少年1350韓元 這裡一共有3個瀑布 每個瀑布中間都隔了一段路 從門口走到第一個瀑布只需要走大概5分鐘 但是第一個瀑布雖然叫瀑布 但是是看不到瀑布的 它只有在大雨天的時候才會形成瀑布 從第一個瀑布走大約5分鐘就會到達第二個瀑布了 雖然時間不長但是一路上都是10階 所以會有點累 第二個瀑布和第三個瀑布的距離就有點遠了 需要走大約30分鐘才能走到 中間會經過一座仙林橋 可以停下來看看風景 去第三個瀑布的路上基本上都是TG 非常累 所以到最後我就放棄啦 所以到最後我就放棄啦 去第三個瀑布的路上基本上都是TG 走了这么多路也该饿了 午餐我们选择了来到激州岛 一定要尝一尝的烤黑猪肉 这家店就在田地园瀑布附近 驾车6分钟就到了 食物和价钱都不错 吃饱后是时候喝杯茶节节腻啦 接下来我们去的景点就是欧苏肉茶园博物馆 这里除了有售卖和茶有关系的产品之外 还有展览可以参观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正在维修 很多地方都没有开放 幸好还能品尝到这里的绿茶和冰淇淋 这里也有特产店可以逛 隔壁也有Innisfree哦 这个是日本的 哦 巧克力啊 天论蛋糕 Innisfreehouse 当然这里的重点还是茶园了 这部分的茶园是开放给游客尽情拍照的 从这里拍过去一大片都是茶园 非常漂亮 我们买了什么 是纪念品买了 Waffle 一个绿茶口味 一个Ear Grey 还有一包櫻花茶 它这里买东西有免税耶 它直接扣掉那个税 所以你不用去机场扣 下一站 新昌风车东海岸道路 从Oslo往海边的方向开一个小时左右的车 就到达这个海上风利园区了 大风车加上海岸风景 真的很漂亮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圣地 但是风景是真的很好看 傍晚的时候来还可以看到日落哦 一堆旅游圣地 继续里面的诱汉 天 clockwis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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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现在要走去彩虹桥吧 看这桥 已经晚上了 我们沿着东海岸道路自驾游一边看风景一边聊天 差不多驾了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冀州岛的市中心 先去看一眼 到头动彩虹海岸公路再去吃晚餐 东门市场 大家去吃晚餐啰 吃晚餐啰 要去吃酱蟹 晚餐我们本来要到东门市场附近的一家酱蟹店吃的 但是去到的时候老板娘说已经卖完了 我们就到东门市场里的夜市解决啦 这里有很多地道的美食和小吃 一个摊子一个摊子慢慢逛 看到何心意的就买来吃 但是这里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坐 所以一些不方便站着吃的汤类食物 我们就打包回去酒店吃了 第三天的第一个行程是日出风 昨天一整天逛了蛮多景点的 也走了很多路像特种病一样 今天本来打算凌晨出发去日出风看日出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起的啦 陈山日出风是济州岛非常著名的景点之一 它是由火山在水中爆发而产生的火山口 门票也是可以在柜台或者机器购买 票价是大人5000韩元 小孩和青少年2500韩元 这里有份左边和右边的路径 左边的路径是免费的 右边的登山路才需要收费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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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过过瘾啦 晚上我们又到甜店瀑布附近的一家小餐厅吃 附近也有橘子摊可以逛哦 哦 两次 再来 鱼翼高汤 来到季州岛的第4天 是时候和季州岛说拜拜了 把车驾到我们第一天租车的地方 检查完毕后就搭乐天的接送巴士到飞机场 非常方便 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准备出发去釜山啦 最后来结算一下 在韩国季州岛四天三夜 总共花了多少钱吧 今天就先这样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订阅一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